嗨,我是嫂嫂 天气冷了,就不想吃冷冷的水果啊 煮成水果茶呢,再好不过了 今天这道苹果热成茶啊 酸甜可口,好喝不苦的秘诀 马上分享给你 我选的是现在当季的干男启程 果肉饱满香甜,而且没有籽 苹果呢,就选爽脆可口,多汁香甜的 任意排子的红茶包或者红茶叶 橙子呢,一定要用盐啊,先搓洗表皮 这样煮出来的水果茶才不会苦 然后热水浸泡10分钟 进一步去除表皮的苦涩味 苹果如果不削皮的话呢,也可以用盐搓洗一下 然后把一个橙子厚切 去皮只留果肉 这些白色的纤维呢,也尽量去掉 另一个橙子啊,切片 苹果切块 红茶呢,提前泡好 等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红茶直接来煮水果 橙子肉呢,先加点水煮出香甜的橙汁 加苹果块 直接倒红茶汤来煮 这样煮出来的水果茶呢 它的茶味浓,但是呢,不会苦 如果你直接把茶包或者茶叶放进来长时间的泡煮 这样煮出来的茶水就会苦 最后放点橙子片进来煮一分钟 主要是取橙皮的这个清香的味道 不需要加任何糖啊 这个水果茶的口感还有味道已经非常的酸甜 清新可口了 冬天啊,大鱼大肉吃多了 可以来上一杯,香香时解解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